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淘汰我 沒錯 大家看到我身後這麼綠化的背景 就知道我又來了新加坡 我這次來新加坡是來探住在這裡很多年的一位朋友 所以我這次體驗的新加坡是比較生活化的一面 過去一年大家都知道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住了很多的Hustle 酒店 甚至是回到香港 我都到處搬來搬去嘗試住不同的地區 所以大謊我過去一年住過的地方 真的二十個不止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培養出我對一個空間的敏感度 基本上一進去我就大概感受到 哪些位置是正的 哪些位置是可以改善的 這次跟大家開箱的新加坡大屋 我在那裡住了幾天 我每一天都還在享受這個地方 在研究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會這麼舒服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開箱吧 Don't I like it so easy Don't tell me it's so hard Don't tell me all your secrets Don't just be showing up I'm gonna tell the truth OK 說得吧 我就進來這間屋 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 嘩 好大 反而我說的是 嘩 好舒服啊 因為我覺得整個空間 無論是它的裝飾 擺設 還有架子 所有東西都是恰到好處 剛剛好的感覺 就連它的尺寸 我都覺得它是大到剛剛好 不是說有一些位置 你很少會用到 但又要浪費時間去打理 現在我逐一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裡最好的三個地方 為了拍片 我要關一關這個巨糧的風扇 第一個就是梳化區 你看到這裡已經是一個香港很少有的L型梳化 我第一天來到的時候 我這樣一坐下來 然後我就在那觀察 可以看到整個屋 然後我就跟朋友說 嘩 這個地方好舒服 首先頭上就做著一個大大的風扇 新加坡的風扇 會令到整個屋都很涼 這裡就是用了這個深色皮的梳化 因為新加坡實在太熱了 我現在關了風扇 好熱啊 皮的梳化 你一坐下去 一種乾淨利落的感覺 還有你有空可以拿布在那裡抹一下 這樣就可以保持清潔 可以抹走我的滴下來的河 真的很熱啊 接下來就是我整個屋留得最久 還有我最喜歡的區域 登登登登 就是這個飯廳 就是這個位置 基本上每天夜夜我都是坐在這裡 因為很多時候我住Hostle的話 基本上我一看到那個地方有一張這樣的大長桌 我多數都會預約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坐在這些大長桌 有一種我隨時準備好 歡迎你 一起坐 一起吃飯 一起在這裡工作 就算我坐在這裡 之後旁邊有個英俊外國人 都是在這裡工作的話 就算不說話也好 但大家都會有一種相聚的感覺 這個位置有一件事是很啟發到我的 就是我身後的這兩幅畫 因為這兩幅是一個真的會令人看得明白的畫 還有你會很有興趣去問屋主 我說這幅畫是不是在哪裡買的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故事去瞭解這個地方 而且真的會令整個位置的感覺提升了 這幅畫也是 你看看 沒了這幅畫 沒了這幅畫 然後也沒有了這幅畫 這幅畫就麻煩很多了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廚房 一般大家都是喜歡一些開放式的廚房 雖然這裡不是 但我最喜歡這個位置 就是它的空間夠大 這裡一個人在這裡煮東西 然後這個人在這裡準備食材 切菜 然後一個人在這裡洗東西 我覺得廚房最重要是大家可以一起 在這裡的地方最開心 我在這個廚房沒有什麼貢獻 只要在這裡洗一晚碗那麼大 還有我這裡這間屋 厲害了 是有齊齊 各式各樣 飲品也有 煲湯也有 這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然後咖啡機 水機 全部都有齊齊 像這裡這樣 哎呀 這個毛巾不應該拐到 拐到旁邊 在這裡洗完東西 然後就可以直接放東西在上面 其實我都應該要收齊一些碗 做事先 這段主要是給屋主看 你看到我有做事的 有清潔的 平時不用就可以蓋上 多美麗 我想說我真的是家居破壞王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去哪個家 我都會弄壞那個家的東西 我試過沖廁的 那個沖廁整個斷了 我亦都試過那些開拉閘的閘門 整條鬼出了 我亦都試過睡爛了別人的床 我在想為何會這樣 因為我在想 我真的是倫盡 一句說完就是倫盡 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好幾天 但我依然每天都在欣賞這裡的各樣東西 無論是擺設也好 家屍也好 我真的覺得他做到那個剛剛好的位置 是我會很欣賞住在這裡的人 屋主 他很了解自己喜歡什麼 很抱歉其他地方 例如書房 睡房 或者洗手間 我就不拍給大家了 因為我想尊重這裡的私隱 但是我因為今天都會繼續拍一拍 我在這裡的生活 所以說不定之後你會偷偷地看到 睡房 書房 這些位置 不如我們現在一起出發附近吃東西 再讓你感受一下 這個周邊社區的氣氛是怎樣的 大家看看 這是新加坡的其中一種公屋 XDB 是不是很漂亮 旁邊又是另一款比較新型一點 因為這次是同朋友生活 所以都認識了很多新加坡比較生活化的地方 好像我這裡左右兩邊都是新加坡的HDB公屋 基本上這裡是配套好齊的 已經有Hotcut Center 對面又有一些小餐廳 附近也有一些超市的 昨晚我自己一個來這裡買了一個麻辣香鍋 我很喜歡這個老闆 所以今晚打算再來光顧 現在就吃對面 對面就是我的身後 有一間小小的咖啡 我的朋友說很棒的 那我就去看看有多棒 好了 現在我就坐下了在我朋友介紹的 這間叫做Starter Lab 主要都是吃一些輕便的早餐 例如咖啡、包包、蛋蛋、牛油果那類的東西 第一次來新加坡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的東西很貴 然後下一次就是我來了快閃24小時 那時候我又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那次我基本上都是吃Hotcut Center 但這次我又覺得新加坡的東西很貴 好像我現在點了一杯咖啡 然後點了那些冷健康的優格 哇 多少錢 820港幣 我本身想吃更加多的東西 但是我要控制自己 我看到的手真的有一點想哭出來 但我不可以怪誰 只能怪自己點了整個餐牌最便宜 60元的這個優格 我覺得我自己都真的 真的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去吃Hotcut Center 我要快點果福跟著我現在 要不要吃下一家了 我不管啊 我現在 哈哈哈哈 Signy 真是坦淚啊 好餓就吃什麼都好吃的都可以 它的優格也挺好吃的 不會好甜的 好酸啊 很棒啊 好喜歡啊 我在這裡住的時候 第一天朋友就是做一個類似的早餐 有優格 有很多水果 還有有外國包 因為我覺得 其實在舒服的地方 和舒服的人 其實吃些簡單單單的東西 已經是很開心的 不需要像我平常的早餐吃個粽子 很開心的 哈哈哈哈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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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也有共享單車的 太熱了 我真的踩不住了 今晚可能就會回來這裡買水果 放進去的芒果 好像很甜的 一粒一元 即是六元一粒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在這裡 厲害了 有些已經切好了 被太陽曬著的芒果 外出買飯 一到晚上 終於沒那麼熱了 現在涼了一點 說真的一點 大家坐在外面 肌量爽 其實在這裡不是很多間餐飲 我打算在這裡買一個西瓜 接著它有一個港式燒 麻辣香鍋 接著旁邊是吃日式食物 可以自己介紹 在這裡選菜 豆腐很好吃 這個芬粉 超級飽味 回來了 謝謝你啊 昨天覺得好好吃 今天要再吃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夠了 對不對 嗯 對啊 夠不夠 不夠 不夠啊 還不夠嗎 我以為有魷魚就夠了 肯定是不夠 肯定是不夠 再加 這裡有麻辣香鍋吃 還有辣刺雞 魚片 肥腸 回鍋肉 還有這個烤魚 我呢 吃東西 吃感情 告訴大家 她是不是說 哇 超級超級的 很好吃 我覺得食物就700分 但是因為昨天來到的時候 她說 你低燒要7元 這裡不夠 你再拿多一點 她就很好人 不會說 你買這麼少 買多一點 不會這麼說 然後她問我要什麼辣 我說要小辣 她說小辣不好吃 中辣比較好吃 然後我就說 好 拿到中辣 果然中辣真的挺好吃的 吃麻辣 香鍋當然要吃辣一點 現在看看 哎呀 我就是這樣 這個麥克風很可憐 看看有沒有什麼想買 買個水果 就是這樣 我正在看自己的影片 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終於回來搞定了 我眼前三樣都是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第一個這個粽是在金珠買的 大家來新加坡已經很熟悉了 那個Ju-chik 我記得讀不到那個字 Ju-chik roll買的 我買了兩隻小小的 給自己吃的 一個是糧食種 一個是豬肉種 另外買了這個 就是麻辣香鍋 好像很麻辣 另外這個湯也是在外面買的 不是自己煮的 昨天都是吃類似的東西 但沒有種 不過因為我明天就離開 明天就飛回香港 所以就一定要吃這些種 我朋友是一定不會吃的 可以說是一定不會吃 很累了 先喝一口湯 嗯好香 哇好甜啊好甜啊 啊好甜好甜好甜 這個男人在這裡吃東西的時候 就裝飽了 一人一人一個餐箭 都明白的 他可能要保護這張桌子 有時候吃了那些印就很恐怖 但是我覺得這樣吃東西 挺有儀式感的 所以我就抄他了 而且我很害怕 我坐一坐一坐 突然間 他回來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桌子在這裡 那我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了 這個細細一口種 真的一口可以吃光 這個應該是涼野 哇 哇 超好味 哇 這個種 會可樂 真的不得之了 很好吃 這個不是涼野 這個是豬肉 哇 那個五香味 真的不得之了 我猜不到 它的糯米是弄得很軟軟軟的 整個種的五香味都很足 還有它那個糯米不會很厚 吃得很小 很大塊 其實都是肉 這個的小型種其實好像挺便宜的 好像 過幾 好像過幾 過幾星 過幾星子 好美味 雖然我很喜歡自己一個去旅行 雖然我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 但是 其實在這間屋的回憶 很多都是跟我的朋友一起 很多都是跟我的朋友一起 他們就煮飯 然後我就附著吃 還有洗碗 現在 真的只剩一個人住 這麼大一間屋 真的非常寂寞的感覺 我每次經過這個位置 特別香 我都會想問一下 到底是什麼味道呢 原來他擺了一支這個 馬爾代夫Villa味的 這個冠冠 哇 很厲害 因為多數我在家都有這種習慣 但是這個真的令到整個家都很香 大家留意一下 我打算回香港買 顱寶 假設的 再開門 好熱 好熱 六號 最大風 喝喝喝酒 今早洗一杯咖啡 給自己喝 我在這裡 我朋友介紹過一杯 很好喝的 就是Espresso 加甜甜的Soil Milk 自己冲加冰 Very good 那我省下今天多少钱了 我忘记了昨天 真的忘记了多少钱 准备打菜 平时真的站在一个位置搞定了 不止了 因为要拍 今天就喝一杯咖啡 因为等一下就要去Hokker Center 去Hokker Center 我希望准备一个最干净的位置 去迎接我的食物 和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住了这个大屋 两天 两晚就是和朋友住的 两晚就是自己一个住的 好的地方 说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都是选择的 说真的 好的地方 其实一定是 你下班回来很累的时候 一回来 哇 你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又或者你刚刚睡醒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是走路的时候 你不会说 要怎样 避免 又或者是 撞到那些 桌脚 桌脚啊 那些 其实呢 有很多时候避免了这些小小的阻碍你的点 你整个人是会觉得 哇 很舒畅的感觉的哦 就是好像我平时呢 去完旅行 我会把行李箱放在studio那里 接着又会摊开了 那我多数呢 懒在那里 放一两天 接着才会去搞的 那摊开了行李箱的时候呢 我很多时候 走路又要遮住 接着 又会撞到行李箱 那这些位呢 其实你不经不觉呢 就会令到自己的心很烦 那空间大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其实你是避免了这些不必要的 和 生活的人 又或者是 家私的碰撞 还有的呢 就是我觉得这么大的空间呢 是会整天都想邀请朋友上来一起玩哦 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呢 是 你自己一个叹是很 很寂寞的 但是如果有很多朋友来呢 就是不需要二十个House Party 但是 就是可能五六个朋友 有些人坐在那里聊聊天 有些人坐在梳巴看电视 有些人在那里煮菜 整件事呢 很乐也融融 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呢 都是 感受生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不好的怎样呢 太大 就打你 打你就难啦 为什么你这么大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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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o那里呢 基本上我是 站在一个位置 拖就可以拖整个屋的了 但是你这里呢 真的要不停走 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不好的 怎样啊 我觉得有时候呢 我们都市人 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呢 做一下这些家务 其实是一个很放松 很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的一个环节 那另外呢 我觉得是这一家屋呢 我最带到回去的呢 就是 把你所有无谓多余的植物 扔了去 特别是一些无谓的装饰 或者一些重点大件 好像我身后这一幅画 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两幅画 其实你看到我这一家屋呢 我这一家屋呢 其实你看到这一家屋呢 是没有一些说就是入墙啊 或者安装在上面的傢俬的 全部呢 其实拿走呢 就是的 我觉得这样有一种好 好自由自在的感觉啊 好 那现在呢 喝完杯东西呢 换衣服我们要出门口去中巴佬了 下条片呢 就是我去中巴佬吃东西了 那大家就留意下条片吧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陪了我在这么大的家里 独居的两天 不知道大家对你们现在的居住环境 或者看完这条片 对于生活的空间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其实我也很喜欢听下你们不同的想法 从而又开发一下我自己 好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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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